大家好 昆頓身邊有兩位嘉賓 Kiss羅提聰 Hi 還有今年的新人Kiko和浩甲 Hello 兩位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一場兩位聊天 因為有你們的含唱歌 上次跟Kiko聊天 即是今年的新人 本來是做護士 現在就來嘉樂壇 那為什麼兩位不同公司的 會有合唱歌出現呢 為什麼呢 因為同一個監製 都是方雪梁 是的 我們都是方雪梁的徒弟 即是方雪梁是我師傅 Kiko是方雪梁的訓練出來的一位 新寵兒 是的 有點壓力 Kennie是我的白鑼 恩師那種 總之他提攜我出來的 大家有個關聯 是的 一刻女生的創作人 沒錯 我記得第一首歌 創作了這一刻出來 沒錯 其實兩位都是方雪梁的入室弟子地算 幫兩位由 即可能 由 不是好色音樂 帶你們在音樂界 在這個樂壇上 開始幫你們建立自己的位置 幫你們去做歌 即是師傅地算 接著就有兩位出現了 所以這次的合唱歌就是跨公司合作 但因為是方雪梁同樣是你們的監製 去促食了這件事 那這首歌就叫做 無限可能 無限可能 對 以我所知應該是一個Campaign的主題曲之旅 是的 其實這首歌是關於創意科技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最大的難度 其實就是正面 純正面 其實在裡面的純正面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其實真的是 要 在我自己來講 無論遇到困難的時候 怎樣去把這個能量推至極限 就是在這首歌裡面我發揮出來的一種演繹 是的 知道要有合唱 知道是對方的時候 首先問一下 本身 認不認識的 認識的 認識的 因為其實Kiko在錄音室訓練 其實我都 雖然我也是在錄音室訓練 但是我經歷了很多出道 比賽之後 我來不來都會回去錄音室 是的 也會有時候錄音室 那樣 經常會有時候 偶爾都會看到Kiko 在訓練那個痛苦癢 哈哈 你差一點點 你已經是得道 掉爛 然後看人不死 不可以這麼說 我在外面 在外面 在外面 爆經之勞 哈哈 是的 我在外面經歷一下 是的 就是外面外面的世界見一下 很多不同的老師 更加多 是的 我小時候已經聽過Kris的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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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了這句話 我小時候也聽過你的名字 哈哈 我小時候也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我媽媽是認識你媽媽 所以你聽過我的名字 經常都看到 因為我經常都在錄音室打一等 其實我 是的 我最記得是 那時候 本身我有一首歌 是 和一個韓國的女 artist 合作的 叫做《原來真的愛上了》 好了 我們不要說這首歌 那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個Demo的女聲 是的 這麼好聽 這個女聲是誰呢 原來是Kiko 那時候一早就已經見過她 原來發現 那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暗淺了 有合作 因為那個Demo也是我唱的 是的 所以那時候已經是發現 Kiko 有一筆很甜的聲音 為什麼我覺得Kenny 找她唱這首歌 無限可能這首歌 其實正正 我想和她的性格很有關係 因為Kiko 本身自己私底下 她真的說很多 玩的東西 吃的東西 很厲害的一個人 哈哈 哈哈 很厲害 在玩和吃歌 我厲害 比我厲害 哈哈 我很喜歡表達自己的人 很喜歡分享自己的東西 好像我其實 過往很多訪問都有說過 其實我都會不開心的時候 有不開心 有開心的時候 但是我就是 很喜歡表達出來 即就算不開心 都是一段很短暫的時間 但是我都會表達出來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 無論我自己覺得釋放 或者身邊聽的人 都會覺得 可能容易接觸到我多些 因為我不會怎樣收起來 所以我就說我的樣子 是有些什麼 惡如頭腦襯底的那些 可能我不出聲 大家會覺得我有個殺氣 是 是 但我一出聲 這個傻的 傻的 哈哈 惡如頭腦襯底 傻的 很欺負的 其實我已經接受現實 其實 OK 那就一個爽朗的性格 就是放在女生身上 那男生合作的時候 其實這個性格 是否會令你更加容易 困在一起 起碼不用先遷就著呢 有沒有 我真的想問 其實我平時很壓抑的 哈哈 我比較釋放了 我在音樂上特別釋放了 見到他這麼釋放 就跟他捏過 倒行 所以這首歌 大家聽到 大家的聲音 我覺得是剛剛好 大家很夾地去 分享一些 譬如和音 一些位置 想不到你叫一下 再叫一下 再叫多些 我經常這樣叫 這樣釋放 Kenneth都受不少了 我經常在錄音室 不停叫 海豚音 他已經吵到 你的聲音真的很響 是 你們都說 可能在和音方面 可以互相探查 可以做多些 你們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是一起錄的還是怎樣的 這個真的要講 我沒有試過合唱歌是 我們是一起錄 在旁邊 因為通常你自己 你錄音 他會收到身邊的聲音 正常是逐個逐個進去 我們是一起的 其實是我們堅持 要在對方 我覺得是感染的氣氛 你是不是這樣 拿對方的能力回來 我就是 因為我 譬如我錄完先的 我錄完然後他 Chris在旁邊 然後到Chris錄的時候 我都沒有出去 我都在旁邊 雖然我錄完 但我 想感受氣氛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 我覺得整個過程 很好玩 而且 真的很順利 而且我們有很多地方 是 我們是 一路 改變 我們 那些 即興唱 那些位 其實都是因為 我們兩個一起 有互動 然後 可以改變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真的好像我們去創作這首歌的版本出來 我覺得很好玩 厲害 你一個新人 有想法 有想法 是的 那 講完了 就是 就是 我就 做出來 就是我在那個歌裡面 是不是 就是其實我 我當時都幾 amazing 就是做一個 就是盡量做多一些不同的改變變化 嗯 看看可不可以在裡面 就是 可以在裡面 就是在裡面有一個不同的交流 很開心 就是 他又 真的很專注在那裏 譬如不是要唱的時候 他都坐在那裏 都在那裏聽 那樣 那我覺得 正 就是這個交流 是 跟我以往合唱的歌曲 都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都 其實今次有我第三首合唱歌 嘩 不經不過這麼多 是啊 不經不過這兩年 這年幾兩年都出了三首合唱歌 然後今次這個合唱的組合呢 是 果然是同一個師傅 哈哈哈哈 有些東西是問合的 嗯 嗯 但我又這樣聽 我真的無限可能今次這件事 剛才說是一個camping的主題曲 嗯 那就是說應該是out of 你們本身的音樂計劃的 嗯 其實 原本 或者是接下來 你們各自自己的solo計劃 會是怎樣的 嗯 我其實現在 一直在創作自己的歌曲 老實說 也挺搞笑的 因為 機緣巧合之下 我和很多不同的人合作 我真的出了三首都是合唱歌 現在第三首都是合唱歌 在這兩年裏面 那我覺得 在不同的對象裏面 學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或者是這兩年 這三首合唱歌之前 那兩年 這三年裏面 其實我這兩三年裏面 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比賽 都遇過很多不同的 一切的戰友 老師 是的 有 綜合了那麼多東西 我是很期待自己 自己創作大調 嗯 現在在籌備一張 可能是全身自己 自己由一手包辦去曲 做多些編曲 幕後的東西 嗯 在這個時候 亦都在這個疫症的時候 希望趁這個機會 能夠 有多了自己去治癒的空間 給自己 因為真的少了出去見人 對於我來說 原來自己 開始學做甜品 學做很多很多其他的東西 就是 會多了很多時間給自己 就是不會是 在外面 因為老實說 我都沒有去 加入其他的比賽 我也想自己 是 經歷了 經歷了一輪比賽 不同的地方的比賽 在不同的地方的磨練之後 我也想專注在自己 創作的作品上 給大家 呈現給大家看 一個新的羅契聰是怎樣 即是吸收了很多東西 那這些吸收了回來的東西 是怎樣去轉化 自己的東西 吸收了不同的東西 就是未來會做的東西 是的 Kiko呢 我就除了 剛剛派完第一首 自己的主打歌 《一刻女生》 很快就有第二劑 就有第二首個人的歌曲 這首合唱歌 其實都是像你這樣說 是一個計劃 本身不是很早已經放到計劃裡面 但也很開心 有首合唱歌 之後又是個人歌 真的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第二首歌是怎樣的曲風 講什麼題材 因為其實第一首歌 《一刻女生》 我收到很多回應 這句話我都很喜歡 他們說是人歌合一 你明白嗎 是沒有武俠小說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和我 總之是很合 那個是你 那個是你 抵個唱不到 沒有關係 抵個唱 是那件事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每次都跟大家說 這首歌真的很代表到我 但最重要是大家都感覺到 大家都感覺到 很開心 所以接下來第二首歌 希望大家也期待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很期待第二首歌 又帶給大家一個怎樣的Kiko 我這次不是一刻男生女生 一刻小孩 這次第二首歌是什麼呢 我等你派歌的時候 再跟你聊天 是啊 下次再有心動想再跟你聊天 好 今天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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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